因為你的滲透率去到一定的水平 再推動ARPU上升 還有你始終有競爭 其他競爭對手推出一些便宜的計劃 就會對ARPU帶來壓力 接到今年6月30日 中移動的移動客戶數突破了10億戶 其中5G的網絡客戶數是5億1400萬 都佔了總移動客戶數的一半 以往ARPU還有上升的能力 就是5G的佔比比較低 因為5G一般來說ARPU就會比其他4G 3G都沒有 相對4G來說就會高一點 所以在一個階段 當5G的客戶在上升的時候 對ARPU提升的作用會大一點 但是當5G的客戶飽和了 上升開始減慢的時候 對ARPU的影響 因為這個在計算移動的ARPU 就不只是5G的ARPU 是整體移動的ARPU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點 市場之前看好一些中資電訊股 就是他們數字化轉型收入 DICT那些業務 那個部分是有一個 比較快速的增長 成為他們那個市場 認為一些中資電訊股的 一個增長的引擎 但是看回今年上半年 中移動數字化轉型收入 就是1471億同比增長11% 都開始放慢到低雙位數 甚至現在市場股 中電訊和聯通 他們的數字化轉型收入 可能只會得單位數的增長 那變成以往其中一個 就是等於阿里巴巴 雲服務以前是一個 一個增長的引擎 股價也是因為有這個增長的動能 市場願意比一個高一些的日價 但是當你一些增長的動能 是消失的時候 這個股票股價日價 就同樣會消失 不過我又不是看得那麼淡 就是這個中資電訊股 是這個股票股價錢 就是這個增長的動能 是在本來的 這是一些股票的增長 所以股票股價錢 是去看一看的 是非收入的股票股價錢 才能去看 Three 那些股票股價錢 而且都是看一看 價錢的按鈕 這兩天的沽壓就比較大 因為貨比三家 不怕貨比貨 中移動的股息率有7厘 而728中電商的股息率只有6厘 聯通的股息率都是6厘頭 變成跟中移動一比較的時候 股息率及不上 自然的沽壓就會比較大 因為現在大家講的是5G去到下半場 5G的網絡基本上都已經是起得七七八八 所以最大的投入 AI我不會覺得是很大的投入 建網投入的金額才是最大的 幾千億分幾年五年 三年五年這樣去投入 AI我猜怎麼會用到幾千億呢 所以過往為什麼有一段時間 中移動的股息率是吸引呢 就是因為它的資本開支已經建了頂 反而這個我會覺得 反過來對股價是一個優勢來的 就是因為資本開支都是5G 那個建網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不需要再投入這麼多的CAPEX的資本開支 所以有能力就多一點的現金樓就派給股東 從收息的角度 資本開支減少反而會是對股東收息的角度是相對有利的 另外這段時間市場看淡一點 中資電信譜都找多個原因的 大家認同就說現在經濟疲弱的情況 政府和企業對IT的開支 反而我不是擔心中移動 它在AI的開支會大減 反而是政府和企業在IT的開支會減少 影響到一些電信營運商的收入 跌夠了這個就很難計算的 因為它現在跌到你的水平就7厘息 你說會不會你看到很多 就是如果那個基本面很差的 那一些內房股啊 地產股啊 整個10厘息都有 但是我又覺得電信股的基本面其實都是不差的 那7厘息 我想它的股價來到70元這個位置 有超過7厘息呢 都會有一定的承托力 未買貨的就適宜是分注去買 就是可以在挨近70元買第一注線 就是如果你想著 買下去 那個股息率都有7厘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你說762和728 跌得多是不是會一定是彈得多呢 又未必的 就是如果它是那種技術性的反彈呢 跌得多 可能有人搏 就是那個短線的彈幅可能會大一點 因為由高位回落得比較多 但是你從那個股息率和一個投資的角度呢 它始終都是給中儀道信息的 就是理論上就是中儀道為什麼跌得少過聯通和中儀道呢 就是因為它有7厘息 而另外那兩隻跌了這麼多 都是只有6厘息 都爬不上中儀道 那到你反彈 它始終有個譜了 我所謂就是因為你的那個息率相對比較低 那投資者不是傻的 不會貨比貨 就是7厘和6厘 不會如果從一個收息長線持有的角度 我相信投資者會是經常選一隻息率高一點的股份 會不會負責任 又不會負責任 去處理累積了 是一個強制的